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回到第二節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中美貿易戰已經說了很久 明天正式打響關稅的第一天 不如讓梁宇講講現在中美貿易戰 會持續多久 大家都很擔心 貿易戰主要第一回合 所打的就是關稅 關稅已經說了很久 又說要徵收 又說可以不徵收 又說要 兩方的官員 又在華盛頓 又在北京 又來回回 到現在就是死線 即是啟動日 這個關稅就是明天 明天什麼時間啟動呢 這個就是說了 星期五 星期五應該是 我們這邊的時間幾點鐘開始 是不是凌晨十二點呢 所以現在就在等 因為這個也是重要的 如果在這個啟動之前 還有變數的話 就是這幾個小時 我們今天 如果是有變數 又是峰迴路轉 如果你看到現在 好像暫時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這個就會來了 中國方面的反應是怎樣呢 中國就說 我準備好了 我不會打第一槍 但如果美國是一意孤行的 真的在星期五 即明天正式啟動 對中國的貨品 徵收這個重關稅的話 我們同等力度 同等規模的回應 清單又在這裡 大家同時啟動 即是說 你啟動之後 我就啟動了 作為一種的回應 一種反擊 所以明天是一個關營日子 因為貿易戰 首先是口角 所以我們以前看報紙 香港經常有一個字眼 在香港我們小時候看報紙 初生口角繼而動武 沒錯 以前經常都這樣寫 好了 口角完了 真的會不會動武 那就看看明天 但是我們的股市 已經提前反映了 所以過了一段時間 中國股市 美國一些股市 也都受到影響 但今天看回 今天似乎又不是 今天就向好 為什麼在貿易戰的前夕 反而美國股市 和歐洲都是比較穩定 不是大升 但至少穩定下來 是綠色不是紅色 為什麼會是這樣 市場有其他因素 因為總體的經濟 可能都是向好的 比如歐洲和美國 貿易戰可能有緩解的跡象 可能德國也會讓步 所以看上來 歐美的貿易戰可能會緩解下來 另外美國本身的經濟數據 也是很理想 經濟數據 還要講一下就業 消費方面 似乎大家有種期待 覺得會是好 所以很多樸桑迷來的事情 究竟這場戰役開始之後 如果明天中間我們這半天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 真的會加稅 影響是怎樣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會消化 而且就算是星期五 明天開始真是徵關稅 如果繼續行的 是在談的 可能待會又會變 怎樣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上一次也是這樣分析過 總體來說 美國的一群 現在是當權的政治精英 認為是有需要 現在就要動手去壓制中國 所以這個所謂的貿易戰 其實就是一個手段 看看能不能夠壓得贏 最初在這個叫陣的時候 大家就分得到高下 因為美國喊到聲勢很高 中國也站得很硬 到真的過招的時候 先過兩招 看看大家是怎樣的意圖 所以後續還會有發展 有人會覺得中國會是很傷 但是中國人有一樣的特質就是 能夠喊得到 還有現在這麼多年來 都已經有累積一定的底韻 中國人會不會是積谷防機 會不會通過這些古老的智慧 也有所心理準備 其實很多歷史上發生過去的事情 我們可以拿回來看 都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或者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你說當美國要全面去 他在經濟上 或者科技領域上 更多的手段 來圍堵中國的時候 中國能不能撐過去 能不能撐住呢 會是很困難的 一定是有損失的 任何戰役都好 雙方都會有傷亡 在抗戰的時候 中國是傷亡 遠遠超過日軍的傷亡 是會有傷亡 但是傷亡撐過去之後 誰能夠最後還站在那裡 或者誰能夠維護自己更多的利益 這是要等戰事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但過去我們看到中國歷史裡 中國人都是能撐得到過去的 因為我們經過這三千多年來 我們受到外敵的圍困 圍堵甚至入到中原的侵略 我們都能撐得到過去的 當然同一時間也會有很多漢奸出現 一點都不出奇 在抗核戰爭裡 為日本人打仗的偽軍 不是真正的日本人的軍隊 偽軍的數量比入侵中國的日軍的數量還要多 這是很羞恥的事情 中國人會這樣做 沒有辦法 但是會有 希望這個年代不會太多 同樣會有些人有些聲音在那裡 沒有緊要的 我覺得中國是要試一試的 因為很多時候人家都會嘲笑中國 你說自己是強國強國 有些人是用來嘲笑中國的 你強國 強國人 要恥笑中國 因為中國沒有經過考驗 為什麼沒有經過考驗 改革開放這幾十年 其實都可以說是順風順水的 雖然你經歷很多社會的政策錯誤 或者一些矛盾 貪污的問題 基本上你整個勢 都可以上升你那個國力 你那個國家的資產 在那裡是累積的 未經過真正的考驗 我覺得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強國 都很難是一帆風順的 你說美國算不算一帆風順呢 美國由獨立開始 好像很順風順 但他都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 他都付出了相當的考驗 大蕭條也經過 所以他都有經過他的考驗 我覺得今年又剛剛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這四十年我們順風順水累積了很多錢 亦都開始有副二代 甚至可能副三代都出現了 現在的中國年青人 他見到的中國 和上一代已經見到完全不一樣 不能理解上一代那種困苦的了 我們是不是要經過一些考驗 我覺得要的 所以這個中美的對碰 無論有多激烈都好 我覺得對中國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然後繼續和梁總談談其他議題 所以我請問一下 如何目追求問題 是